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何平 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核心权力的攀升 中国社会似乎正面临新一轮 以强人意志为转移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引发舆论关注 而在知名人权律师隋木青 余文生等人 连续被剥夺职业资格 王全璋律师九百余天生死不明的同时 习近平本周再次强调了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这一番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强硬 似乎也明示了当前的中国法治现实 与此同时 美中两国贸易失衡再创历史记录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贸易政策 以强制知识产权转让 阻挠市场准入 以及高额补贴国企出口而打造的中国经济 是否会面临美国贸易对峙的风雨飘摇 更令人担忧 这次节目我们就与您聊一聊这些话题 光临节目的两位家几位嘉宾 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坚丽博士 您好 杨坚丽博士 何平好 各位观众好 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坚丽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 一位是通过skype视频与我们转播现场连线的 美国纽约大学交换学者滕彪先生 滕彪先生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谢谢各位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能够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的现场直播 并且及时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现在先请各位看一段背景介绍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1月22号通过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再次强调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同一日 广东省司法厅 对维权律师隋木钦 做出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处罚 这是北京律师余文生 被北京司法部门 吊销律师职业资格后的 另一起打压律师事件 另外 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璋 在历经900余天超级积压之后 家属虽数十次向最高司法系统求助 但至今仍然生死不明 当前 中国人权律师所遭受的磨难 是否正是党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必然结果 而瑞典籍公民贵明海的 再次强制失踪 又反映出怎样的中国法治现实 另外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字 中国对美貌的顺差 在2017年达到近2万亿元人民币 再创历史新高 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 是否能最终搞官 两国的严重贸易失衡 更予外界关注 一个应该说令外界担忧我 而且是日趋常规化的现象 应该是目前中国的人权律师 作为一个维权团体 不但受到了严重刑事罪名 包括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指控判刑 同时也受到了面临被取消职业资格 这样的行政处罚 那么杨经理博士我想首先请问 就习近平这样一个所谓强调 要加强法治建设的领导集团来说 这样的一种现象反映了当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控策略 好 这个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上大踏步的左转倒退 在个人专权和集权方面不断的加强 而且是个人崇拜越演越烈 以这个把他自己标志的思想进入党章 最后还会进入宪法为标志 来把自己定为一尊 这样的统治方式呢 他必须对思想言论进行钳制 要控制信息 不仅是这样 还要对社会进行严格的管控 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进行打压 而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这个主流 这个骨干力量就是维权律师 所以维权律师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是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 那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法治一直是他的一个政治口号 刚才您也提到了 但是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 基本上是违背法治的 是对法治的践踏 我们记得在两三年前 这个中国的官媒啊 还有官方也在讨论 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后来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院长周强讲 说是这个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 这是辩证的统一 就是说也不给你一个答案 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是辩证的统一 用辩证法 辩证法的唯我论 但是两年以后 在今天 这种遮羞布都不需要了 那时候还羞羞答答的 不敢讲党凌驾于一切 现在今天 习近平已经公然的宣布 这个坚持 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而且这个政法委书记郭生坤也讲了 坚决抵制什么呢 司法独立 坚决抵制三权鼎立 现在就是说明火之杖的 公然的无耻 明火之杖的 把党的权力凌驾于 所有的这个 这个法律 司法之上 对这个公民社会的 钳制打压 这个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秦远平先生 您怎么看呢 显然 刑事和行政两手打压 应该说是对 整肃维权律师 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了 是吗 对 我认为 大家刚才观察到的说 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外界 包括外国外 都非常非常关注 但实际情况 我看到的是 整个 中共执政集团 它对于 民间社会 所有的反对声音 都是 不光是打压 直接是扼杀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在早些年 大概在98年左右时间 那整个 中国民间有一个 反对党的 一个主党的 一个高峰 民主党 那这个是直接挑战 它的一个执政 执政利益 或者说执政的能力的 然后他们 很快就抓捕判刑 然后整个民主党的党员 可能有加起来 很多人判刑 刑期超过千年 那最激烈的反对声音 打压下去之后 很快就是 针对中国民间的 所有的异议人士 个体的异议人士 就是没有组织化的 异议人士 它作为打压 那这几年呢 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种 维权案件越来越多 很多律师勇敢地站出来 为那些权力受伤害的公民 去维权 那这样子 维权律师又成为 第三波 比较重要的打压对象 现在基本上 维权律师 敢说话的 能说话的 全部被打压 被判刑的 或者不敢说话的 那这样子 它在整个 中共在整个经济 比较上景的时候 它很自信 相对来说 社会呢 有些反对声音 有些所谓的空间 它可能 可以正一字眼 闭一字眼 因为知道 你们这些人 不可以真正的挑战 它的政权 但是现在的情况 又不太一样 整个它改革开放 所谓的近40年 那个发展之后 它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到了一个顶峰 它包含的问题 比如说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包括我们预测的后面 还有它的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 可能很快 随时都要爆发 等于是这些爆发之后 会影响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它的政权的稳定 接着会爆发社会危机 和政治危机 这样子的话 他们非常知道 自己的什么状况 对不对 它必须在这些危机 全面爆发之前 采取行动 把你们所有的民间 可能会挑战它的力量 全部打压 这个维权律师 只是其中一部分 未来还有 很多人觉得说 我没有反对你执政党 也没有反对政府 我很爱国爱党 但是对不起 你手上有很多钱 或者你的组织 你的公司 又规模非常大 你有很强的一个 社会影响力 对不起 下一步可能 所以您感觉对于公民权力的压制 也映示了当局 对于内部局势的一种预测 对 他非常清楚 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未雨筹谋 防患于未然 这样子 好的 那么滕彪先生 我们在探讨 法治问题的时候 需要您作为长期 曾经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的 专业人士的意见 我们注意到 所谓吊销律师营业职业资格 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行政处罚理由 那从目前的隋木卿 余文生 包括之前的朱胜武律师的遭遇来看 这些维权的律师 并不单纯是直指介入了所谓中国官方 确定的一些敏感案件 而是一些律师个人的言论 目前也可以被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理由 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人权律师的生存状况 对 那这个背景就是大概在2003年前后 一批律师来推动中国的维权运动 后来给他命名为维权运动 那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从03年到现在 大概15年的期间 维权律师群体 它是推动整个维权运动 整个的这种自由民主运动 非常非常重要 最勇敢的一个群体 那当局对这个群体也是非常的害怕 也是非常的愤怒 那吊销律师证只是在其中的一个手段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 从日常的这种管理 比如说这个对律师证每一年要进行年检 包括之前有一些律师被牢教 然后被软禁 被殴打 被失踪 像高志胜 到现在还是处在失踪的状态 王全璋也是接近1000天 没有任何消息 那这种 我也同意秦伟平的说法 就是他这种对公民社会的打压 是表现了当局 他对自己执政权力的一种焦虑 他虽然表面上非常强大 非常自信 非常疯狂 但实际上他的各方面的矛盾 包括政治 社会 经济 意识形态等等方面 这种综合的矛盾让他开始这种大规模的打压措施 这种打压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 那么应该说 尤其是人权律师的职业和生存环境 与当局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有关 那么滕彪先生我想请问 您是如何看待习近平有关强调 中国共产党要对政法工作处于一种绝对领导的这样的表态呢 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现实和法律现实 就是党高于法律 党高于一切 这是一个党国体制 就是党和政府和法律和司法军事等等 它都是合为一体 而且是高于这些 虽然宪法上也有人权条款 也讲独立审判权等等 但实际上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大案 要案 敏感案件里面 都是党来直接做决定 虽然从巴西那之后也经历了一个法律化 我叫法律化进程 制定了数以十万计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法律 然后律师制度开始恢复等等 然后有了一些发展 尤其是从这个日常法律行政和这种经济方面 法律化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政治体制来看 党还是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那像刚才提到这个党对政法的绝对领导 那在之前就是70年代末之前 这种当然是一直在起法 在83年严打的时候又提出政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 那这种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不再提了 但是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又提这个刀把子 那现在再一次习近平提出来这个绝对领导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在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明显的倒退 那杨建立博士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习近平的文革语言来说 叫做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 那作为一个刚才我们各位嘉宾 包括法律专业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评判 就是作为一个自居领导一切的党核心这样的一个习近平 他所谓的依法治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承诺 对这个依法治国他讲的时候 他还会给你讲出很多的这个成绩 比如说中国通过了很多的法律 我取消了以前部这个法外的一些这个执法机构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现实 但是问题是这些法律是在党的控制之下 刚才滕彪已经讲了 就是说所有的大案重要的案子 甚至包括一些地方上的 如果民告官和只要和官员的这个利益牵扯在一起的案子 基本上这个你这个老百姓胜算的可能性没有 基本上是当地的党政府各级的党政府来决定 就是党和政府来决定 就是党委来决定这个案子的结果 所以呢这个是中国的现实 但是今天不同于昨天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我要强调的就是 在前段时间大家还在讨论党大和法大 至少还有个空间让别人讲一下子 法应该大于党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空间已经没有了 他从这个羞羞答答的假冒伪善 走到公然的无耻和邪恶 这个还是一个倒退 因为你这个假冒伪善的时候 还是民间上有一定的空间 跟你谈善 对吧 现在连谈善的空间都没有了 就直接的就是我党控制一切 这就表明着这个习近平的统治 将会这个更加的残酷 对社会的控制超过他的前任 这个是这个无疑的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秦伟平先生我想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试图于利用中国法律的维护公民权利的这样的一种维权律师群体 面临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法治状况 到目前看来还有多大的抗争空间呢 我个人感觉会比较悲观 我认为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公民社会 在现在这种态势下面完全没有活动空间 甚至生存空间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那之前刚刚杨洁丁先生提到说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他对外还是试图表现一种开放包容的形象 给民间一点空间 在国际社会上营造一种 他在积极改变那种形象 但是现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国政府可能觉得说 未来他可能也不用去照顾国际社会的一种看法 甚至我们知道早些年十年二十年前 国际社会这种压力 他们还是很在乎 现在可以完全不在乎 根本就不在乎你国外怎么看 你甚至美国怎么看他都不在乎 前段时间桂敏海在中国被抓捕 当着十几个好像是有瑞典外交人员的面直接带走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瑞典是怎么样子 以前可能还会觉得说这种影响不好 会要偷偷摸摸地干 现在完全就是他认为说是他的国家 他的领土 他领导一切 他想怎么干也怎么干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信号 就是告诉国内的公众或者海外 中国政府包括中国 即将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他完全可以无视国际社会的声音 包括国际社会希望说 他慢慢的从经济发展 要过渡到政治变革 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就不要这样想象了 谢谢 谢谢 那么桂敏海被再次失踪事件 也应该说是最近几天 舆论关注的热点 尤其是欧盟和瑞典政府 对于桂敏海被强制失踪的一种关注 那么滕彪先生 我想能不能请您从法律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桂敏海在中国的失踪事件呢 对 桂敏海首先它是有瑞典护照 他是一个瑞典公民 他是因为一些出版的一些书 跟习近平有关的 涉及到习近平丑闻的一些书 而被中国从泰国跨境绑架回来 然后长期处在被失踪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那在前不久释放之后 现在又再一次的在瑞典外交官的面前被带走 那这个性质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那第一它说明这个中国 它对人权的践踏 已经开始涉及到了境外 涉及到了外国公民 第二就是它的这种做法 也是完全和国内的这个法律体系 完全相违背的 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这个就是强迫的让一个人 不管是中国公民还外公民 让他失踪没有任何程序 另外可怕的一点就是在之前 就是桂冕海他像被强迫上电视认罪 然后就是说他不需要国际的救援 但是显然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可以证实两点 第一点根据他女儿的透露出来一些消息 他很显然受到酷刑和虐待 第二点就是他又到瑞典使馆想要去寻求医疗救助 那显然他不希望国际救援的这种说法是被强迫的 不是他自愿的 所以无论是从法律上 政治上 国际上 这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极其恶劣的一个案例 那么与中国法治状况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件 是这个星期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扫黑除恶的 这样的一个叫做专项斗争的通知 虽然说根据官方的说法 是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那么就这项所谓专项斗争 背后的政治含义和对公民权利的影响 还是引发了不少外界的猜测 杨坚利博士您是怎么看的 对 他说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这句话是真话 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扫黑除恶 他就要消除的是什么 异级力量 这个异级力量有可能是政治的 比如说异议运动 维权运动 公民运动 他看作是异议 另外还有一些异级的力量是什么呢 比如说和黑社会沾点边的 这也是一级力量 包括基层的政府官员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商人 商人或多或少的 他和各界都有些联系 政治反对运动 这个黑社会官员 他都有联系 这是商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这些力量的 都有可能在演变的过程中 成为这个执政基础的威胁 成为党的一级力量 所以他进行这种专项的执法行动 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 他就清除这样的一级的力量 这种力量包括 他什么方面打击谁 就可以一方面打击谁 完全是一种反法制 反人权的 这个我们知道在重庆 在薄熙来时代 进行了类似的唱红打黑的运动 可能一部分老百姓说 打打黑社会受到欢迎 但是实际上他整个过程是反法制的 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习近平虽然把薄熙来给打下去了 但是他在走一个 政治上和经济上 都是没有薄熙来的路线 这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韦平所提到的 这和中国的经济状况 有很大的关系 在政治上要维稳的舒服 往往是背后有经济上维稳的需要 所以这是一种政体的需要 这是政体的需要 因为经济上如果不稳定 他就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 带来社会不稳定 这些存在着暗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异己力量 可能就会聚集起来 成为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力量 那谁是他的领导人呢 那自然的就是维权律师这边就是他的领导人 或者说一些商人就领导人 所以在每一次你看他进行政治打压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种可能经济维稳和社会维稳的一种需求 包括这个腾彪2011年被抓 那次被酷刑啊 前面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4万亿的旧市出现了问题 经济上可能会不稳 709前面是什么呢 就是股灾 这些可能都有一些某些联系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专项的这个扫黑除恶这个行动啊 可能和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秦伟平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确实像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的这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出来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专项斗争行动啊 具体的范围是多少 那您从经济学者的角度啊 是否能够给我们谈一谈 这样的一种从党政高度发布的斗争通知啊 是否给民间资本发出了一种肃杀的信号 我这样理解吧 这个首先大家关注了这个扫黑除恶这四个字 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觉得是有点像 实际上我个人理解他比他要严重的很多 为什么扫黄那个唱红打黑他只是一个专项行动 以前那个媒体报道和官方报道 现在是一个专项斗争 大家知道中共在这些大的那种通知的时候 那个对于那个字眼的把握是完全不一样 斗争和行动 像阶级斗争一样 有一种政治立场 这个想告诉大家的是 想告诉社会各界的是 大家不要轻视 不要以为说就像唱红打黑一样 我不是企业家我就没事了 其实我个人观察 我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非常震惊 这是整个中国一个全面变化的一个信号 我们知道他这个行动 其实很多人关心就是打黑社会嘛 觉得很好啊 那黑社会现在的确中国社会成不存在 黑社会也存在 而且是广泛存在 但是是不是最严重的 对老百姓最严重的一个伤害因素并不是 他可以说的很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啊 然后营造一个很良好的社会风气 出发点都非常好 说起来就是老百姓觉得 觉得还能接受 但是这背后是有两个生存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经济原因 第二个政治原因 我们先来讲经济 我是关注中国的经济比较多 然后中国现在那个债务啊 2016年里公布的数值 大概是整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包括民间加起来债务超过200万亿人民币 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超过80% 就160万亿人民币 2017年刚刚结束 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说 可能会突破250万亿 他们自己清楚这个账 公众不清楚 非常紧张 很多地方政府现在爆出来了 你看天津 内蒙古 辽宁 他都自己没办法自爆家储 他说对不起 我那个GDP都是虚报的 虚报20% 30% 50% 其实据我了解的情况 整个中国各地地方政府 所有的GDP都有虚报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现在连正常的那个税数 交给中央的税数 可能交不出来 我了解的情况 很多地方政府 他连公务员的薪水 都要靠银行贷款来发放 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 那按照以前的解决方法呢 这个债务那么大 按西方的标准可能就破产了 但是中国大家知道不能破产 除非政权垮台 那怎么办 还有一种办法 就继续印钞票 那印钞票也是 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通货膨胀 老百姓可能也不干 对不对 那现在我认为 中国政府里面是有高人 他想到这一招 这个扫黑除了这一招 是非常非常 对他恐怖政权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高招 我只能这么讲 所以是政体之外的一种社会动员 为什么他比如说 你这是某个乡镇也好 或者某个县市 某个省区的领导也好 你没有钱 你老是找我要钱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给你要钱 我给你一个政策 扫黑除恶 他不会明着说 叫你说 你找你那个省 哪个企业家有钱的 账上有一万亿 有一千亿 还是有十个亿 还是有几千万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他们知道会怎么做 大家可以接下来看 首先第一波倒霉的 被打掉了 不管你是不是黑社会 反正党和政府说你是黑社会 你肯定就是 而且一定能找到你的证据 所以我们之前想到 说比较善良 说对付那些民营企业家 有钱人会说 你偷税漏税对吧 一查一个准吧 去罚 对不起 党政策不这么干了 直接说你是黑社会 那你的所有的资产 都可以充功 那这种事情 在中国历史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上是有过的 大家是有这种体验的 对不对 而且我想提醒的是 不光说只是 这个民营企业家 大概这个 我估算一下大家 这些民营企业家 手上的钱 大概有几十万亿 如果这一波斗争 把这个几十万亿 拿到手的话呢 确实是可以解决 他们主要是 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危机 债务危机 第二点 政治的原因 那经济下滑是 在所难免嘛 这个吃相那么难看 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肯定会引起一些 社会问题 后续 他们早就 我认为他们早就在 在做些准备的 那打开除了 还可以打掉什么呢 除了刚才说 你这些 维权律师也好 你反对派异议人士也好 对不对 以前只是说 你去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说话 说起来是很难看的 就是说你去颠覆政权 老百姓觉得 你一个文弱书生 你怎么颠覆政权嘛 站不住脚 那现在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 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 对不对 对不起 直接帮你打人黑社会 有点影响力 肯定有很多人追随嘛 那打人黑社会 也是比较容易的 在他们看来 他想操作的话 那还有一些 宗教力量比较容易 对宗教力量也是 那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是否习近平目前的这种 治国方略 所谓治国的方式 是不是有一些 或者是遵循文革 或者是遵循薄熙来 已经铺好的路在 我觉得可以参考 有些地方是比较类似 但是我认为 这次力度会更不一样 他把所有的 刚才说的 比如说反对派 异议人士 民意企业家 对不对 还有说宗教人士 有影响力的 其实还有 黑社会本来有很多 有影响力的黑社会 都要打掉 所以不光是斗争范围的 不确定 而且斗争的对象 也可以随时展示 随时扩大化 所有的 包括他们基层的官员 比如说新有二星的 对反腐很不满的 基层官员 对不起 你现在是没表现出来 但是你稍微露头 对不起 就把你打成黑社会 所以这次是 全民的这种 打压的斗争 它的目的就一个 维护它政权稳定 而且这个时间多长 我们在1983年 这个严打 所谓的严打 持续了三年 我认为这一次的 扫黑除恶 所谓的专项斗争 可能会长期存在 所以这一点 我们老百姓 都要提高一个警惕 谢谢 那么滕彪先生 您是如何看待 这样的一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我们暂且不论 是否与薄熙来的 唱红打黑 有什么样的异曲同工了 您是怎么样看待 这样的一个专项斗争 对中国的法治 公民权力的 深远的影响呢 对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现在已经看到 他就是借这个名义 打黑这种名义 来把这个民营 很多民营企业家 把他们财产给没收 另外就是树立自己的 这种个人权威 所以他制造了大量的冤案 里面大量的酷刑 那习近平想搞的 这种打黑除恶 实际上也是一样 想要走一样的路 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 跟反腐一样 就是要清除政敌 然后打压各种潜在的 这种反对力量 但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习近平 他已经是掌握了最高的权力 而且现在又开始搞个人崇拜 所以他是一个全国性的 而不是仅仅在一个省 那他的这种影响 将是非常深远的 另外就是从这种治国方式上 这也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这种集权体制 和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 虽然体制很接近 但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的这种动员式 群众运动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那中共在八十年之后 他越来越不太用这种群众动员 虽然在一些比如说 严打呀 这个镇压法轮功 也在用 但是现在又要用这种动员式的方式 运动治国的方式 来搞这个打黑除恶 那这个对于将来中国这种政治走向 这种日常治理的走向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 也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那习的这种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 看来是非常难以逆转 谢谢滕彪先生 那么观众和听众朋友 如果您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中国热评现场直播 我们就有习近平 有关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探讨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状况 和法治进程 感谢滕彪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接下来会继续邀请杨建立博士 和秦伟平两位嘉宾 跟我们探讨一下近期 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热点事件 欢迎您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 并且及时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有关 谢谢 谢谢滕彪先生 那么有关中国海关总署 近期公布的美中贸易 2017年的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状况 引发外界的关注 应该说 难怪特朗普总统 在日前签署有关针对太阳能板和家用洗衣机的这种关税政策 在中国国内却引发了一种是否美中会爆发贸易战的这样的一种讨论 杨金丽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川普在他竞选之前的很长一件事情 甚至都是有20年的时间把贸易当做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进行研究 而且发表过很多的这个言论就是当时是对日本后来对中国就觉得中美国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吃了很大的亏 和这些国家都有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也就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 他是在竞选前就发表这样的文章 在竞选的时候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议题 他当选以后他实际上这个议题他没有放弃 是另外一个议题把这个议题给推到了一边 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朝核 所以在朝核问题上美国长期着弥漫着一种这个幻想 就觉得可以通过中国的帮忙可以解决朝核问题 所以川普上台以后就和中国试图维持一个不太差的一个关系 甚至是一个友好的关系 特别是和习近平个人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友好的可以通话的一个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慢慢的认识到 靠中国来解决朝核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贸易战和中国的贸易摩擦的问题 慢慢的又浮上了一个台面 比如说在上个月白宫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就提到中国当然包括也包括俄国 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战略对手 而且解决中国争霸的问题 基本上不是靠军事的 而要靠经济上的竞争 换句话讲 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经济战是在所难免 那么今天我来之前看了这个 他在达巴斯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他专门提到了贸易问题 当然他肯定他要提贸易问题 他提到了就是在现在的贸易的系统 这个制度中必须是公平的 不能够有任何国家利用现在的贸易的这个系统来得到自己的好处 经济问题的专业学者我想请问就是有关中国政策性的这种强制要求以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限制条件 包括了包括像国有企业的补贴支持出口等等这样的策略 在应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美国方面也有过这方面的担忧 但是从最近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当中 明确提到了当初支持中国入市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 您看在习近平在特朗普政府目前 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向 从类似上来看 中美关系确实对两个国家都是很重要 因为两个国家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对不对 当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实质性的帮助 让中国整个经济有一个实质性的腾飞 我们如果看中国整个它宣称的改革开放近40年 但真正经济高速发展就是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发展 这个发展一方面中国14亿老百姓肯定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整体而言整个社会经济水平都是在提升 对不对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它的一个政府的控制社会的能力 和整个它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大幅提升 这是个现实 那现在到了这个程度 现在它的GDP已经连续几年是高居第二位 然后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 它改变了以往那种韬光养晦的那种政策 开始在显示它的一个肌肉 在它周边比如说南海问题啊 或者其他的国际问题上跟以前是大不相同 比如说习近平跟以前的领导人大不相同 那这个时候美国可能意识到很多问题 意识到说本来希望让中国经济发展 慢慢促进它政治变革 回归自由社会的 成为自由社会的一员 发现这种想象完全就是破灭了 然后整个美国 美国社会应该两党也好啊 或者说经济界人士还有政界人士 他们在反噬他们过往的一些政策 我认为是这一次刚刚过年 不是就是新年开始 它签署了对于太阳能电磁板 还有袭击这种一个增30%和50%这两个关税 这个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那下一步中美会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博弈过程 可能持续到三五年这样子 不会说马上2018年全面开战 因为一全面开战就是两败俱伤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有待继续观察 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吗 我认为跟中国之间 它会继续的 他们现在这次导卧斯论坛刚才提到 他们的财政部长 他们的商务部长 已经公开表态说 我们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制裁政策出来 比如说他们现在钢财啊 旅财啊这些可能今年会出来 但是不会完全开始 中国会跟他之间有个博弈 那比如刚才提到潮核问题 你是不是真的是完全不帮忙 或者就是在那看戏 我觉得美国的耐心是有限的 谢谢 那么杨建立博士 我想请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应该说呢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 确实让中国的普通百姓 获得了收益啊 尤其是呢 也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 更广翻译的所谓中产阶级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啊 在争取包括劳工权益 私有财产权利 甚至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方面呢 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 您认为这中间的原因在什么 对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产生 它的背景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 这个自然发展的国家产生的中产阶级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发展起来 基本上是90年代 特别是到了刚才魏平讲的 入世以后 就进了WTO2001年以后 迅速发展起来 有人估计现在大概在中国有4亿人 这4亿人呢 基本上你要是仔细的来分析 他的这个社会角色的话 基本上他是属于统治集团的 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的这个亲友 或者是好朋友 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连带关系 就是这也是在六四以后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比较主动有益的政策所造成的 当时他们说用钱买稳定 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超过一切是硬道理 然后呢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的这个中产阶级精英 要迅速的吸纳到这个统治这个结构中去 成为使他们成为社会这个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这样他呢才能会对这个政权 对这个体制进行保护 进行辩护 所以呢这个政策来可以讲 在30年来还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 中共的中产阶级是这个政权的辩护人 维护人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的改变 就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政策上的左转和经济上的左转 经济上的左转是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对私有这个资本的这个打压和剥夺的对于市场空间的挤压 实际上这个在这一年两年来 大家一直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第二次的公私合影 这个这个联通的所谓的这个股权结构的改变 已经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要把你的私有资本进行国有化 然后的对私有这个资本的 无论是要的企业 只要政府占百分之一 他就堂而皇之的派进去自己的这个党组织 然后对你进行控制 更加上刚才伟评也分析了 这次的这个扫黑除恶 在相当一动程度上是非常任意性的 范围是任意的 手法是任意的 那么它背后的背景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吃紧 像在这个薄熙来在重庆做的一样 用打黑的方式来充斥这个政府的财政的收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而且一些老百姓就是和黑社会啊 和商人都没关系的 看上去还给你拍掌 所以呢这是一个对于这个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发展 就是对于私有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 现代的习近平的政策 并不是对他们非常有利 我觉得这个阶层在发生着一个根本的变化 这个变化将会对中国的政治走向 会有深远的影响 好的 那么正像刚才您提到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的 首部国家安全战略一样呢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防部 五角大楼呢 最近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呢 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面临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挑战 同时呢 其威胁程度呢 甚至超过了恐怖主义 那么一个应该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呢 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在面临战略军事 包括贸易啊 等等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 我想请两位嘉宾 能不能展望一下美中关系啊 在今后几年的发展 请委员先生你先来好吗 我的预测可能会比较悲观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 它中国共产党政府 它也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是 如果可以不跟美国保持 继续一个比较好的互动 它会继续做 如果跟美国全面北京贸易战 或者其他的争端 它可以就是做好 闭关锁国的准备 甚至整个世界格局 都会发生一个很大变化 谢谢 对 我觉得闭关锁国的可能性比较小 它积极的这个出击 去建立其他的国际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也是最近几年它所表现出来 在欧洲啊 在加拿大等的其他国家 来这个尽量的来施加它的影响力 包括一带一路 实际上中国呢 有的分析家认为 它有五大战略 要进行世界这个争霸 一个呢就是这个高科技 现在有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 开始讨论中国的高科技的这个竞争 很可能成为高科技的一个强国 包括人工智能啊 5G啊 半导体啊 等等这些 它有这一个发展战略的 第二个就是人民币 能够取代美国 作为世界的硬通货 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东海 南海 首先在叫做亚太地区 现在叫印度太平洋地区 现在用这个词啊 来坝权 然后逐渐的完成一个争霸 再一个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呢 它就施加对于中东 还有欧洲的这个国际影响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 2030年到2035年 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这五大战略都完成了的话 中国的争霸是在所难免成为这个国际霸权 那现在美国呢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对此呢进行抵制 包括白宫的国家安全报告 和国防部的这个国家 国防报告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要进行抵制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未来两个国家的冲突是在所难免 但现在川普所要用的东西 就是经济竞争 在他的国家安全报告里 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经济竞争 中国对此呢也开始进行了准备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海关总署 公布的数字以后 这个贸易顺查 今年这个创了一个新高 是接近两万亿人民币 那中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解释 就是说好多没有算进去啊 包括这个国际服务贸易 没有算进去 如果把国际服务贸易算进去 我们的顺差没有那么大 从这一点上来讲 中国是不想打这场贸易战的 但是呢如果真打起来 中国也得打 所以我也仔细读了那个刘鹤 在达布克斯的两天前的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他呢在没有直接提这个贸易战的事情 他但是他提了一些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暗示 开放是不是 他就说第一 第一我要这个继续开放 第二就是我国内的需求已经建立起来 包括国内的这个消费 已经对这个GDP的增长贡献 在接近60%了 58.8% 这个已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换句话讲 就是说我用国内的市场 我也可以支撑下去 所以呢这个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 到底这种贸易战会带来什么 我觉得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定性分析 它是个定量分析 它非常细致 到底这个中国政府能够忍受多大的贸易上的这个冲突 还是一个比较细致的分析 这里很难一下子下结论 并不单纯是一个外交性的问题 对 好的好的 那么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也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 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 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平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